随着今年昌诺5号送月球采样返回 明年发射第一座火星探索器等标志性工程的实施 我国将跻身于世界航天强国的行列 未来十年左右 月球南级将出现中国主导多国参与的月球科研站 中国人的足迹将踏上月球 我们将迈入世界航天强国的前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